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话当中的人物 而这个人物是哪来的呢 有学者认为呢 这人是真实存在的 他是尧顺那个时期 众多部落首领当中的一员 和别的小部落比起来呢 他还大一点 和尧顺这种级别的大部落首领比起来呢 他还小一点 总之呢 他有点像是在当初的这个中央地区吧 主要管射箭这件事情 这个私射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 他管着弓箭兵 也可以把他认为是这个八十万弓箭兵教头 主要这个称呼是从这八十万进军教头临冲那来的 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也许这个私射在当时呢 是一个武将的虚称 这个无法确定 总而言之呢 有这么一个人 他叫后裔 很厉害 他的故事被人们当传说给传下来了 按神话给流传了 可是呢 因为他太有名了 后来有一个部落 也许是他的后代 也许不是他的后代 就继承了他的名字 以后裔的后代之称称呼自己 然后这个部落的首领也延续了后裔或者叫帝 因为小部落首领就是义这个名称 有点像我们今天说我们是炎黄子孙 那其实你爹我爹都不是炎也不是黄 对吧 就是我们是炎黄子孙 我们沿用了这种称呼 我们沿用了这种图腾 我们是龙的传人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上古时期的后裔的传说形象 和我们在这个先秦时期在下这个时候 关于后裔这个部落的一些技术 那么讲到这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说后裔的这个部落后来挺惨的 怎么挺惨呢 首先这个首领让他基本上算是我理解认的一个干儿子吧 或者叫自己收留的一个别人都不想要的一个弃子啊 这个人叫韩卓给玩了啊 后裔呢 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心眼 韩卓呢 是一个小人 他是一个公于心计的人 他看后裔有权势 看后裔手底下的人对他不满意 看后裔很信任自己 于是使了一出兵变的戏 把这个后裔弄死之后啊 霸占了他的位置 霸占了他的权利 霸占了他的手下 也霸占了他的媳妇 当然这里边我们说前两个事和最后一个事都能霸占 唯独这个手下不太好霸占啊 那么韩卓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就是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 让对方听从自己跟自己混 说实话 今天咱们讲这词叫啥 叫忽悠啊 但是今天咱们明白一个道理啊 忽悠是长久不了的 你必须得有真实的东西 你要没真实的东西 你一天忽悠住人家了 两天忽悠住人家了 对方得多傻呀 能让你一辈子忽悠啊 对不对 所以韩占非常知道自己忽悠不住后裔 后裔原来的这帮手下们 那么怎么办呢 他很害怕将来有一天 别的人也像自己那样 把后裔的这些手下再忽悠走 或者把后裔的这些政治资源再重新启用来反对自己 那么自己可能真的就没有后悔要吃了 可能真的又活不下去了 于是他就想方设法的 把后裔原来的那些臣子的权力全都给解除了 哪怕是那些背叛了后裔 跟着自己把后裔杀了的那些人 权力全都集中起来 都不给你们了 然后那些已经被抹掉权力的大臣 抹掉军事权力的武将 对于韩卓来讲 影响力就不大了 韩卓可以轻轻松松的把他们打发回家 愿意给钱就给点 不乐意给钱你就给我一边带着去 从此以后你就是个要饭的了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哎 你看韩卓干的还非常狠吧 这个时候背叛后裔的那些人 像武罗呀 博音呢 他们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下一步韩卓要做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思维呀 还想的是什么文官 想的是武将 现在想一想过去那个 在王朝刚刚出现的时候 他那个文官武将分的那么清晰吗 我们也不太好说 总而言之呢 首先考虑的还是武将 至于那些文官啊 或者叫是什么 这个管农业的呀 管医疗的呀 管祭祀的管祈祷的 那个我们和这个争夺政权 没有啥太大的关系 在这个故事里边呢 我们就先不去说他 韩卓最看重的就是这兵权 那兵权现在从大臣们手里收出来了 怎么办 哎 他把这东西传给自己的儿子了 为什么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呢 非常简单的 夏王朝是怎么出现的 家天下了 你以为只有你夏起会这么干吗 我们早就想这么干了 有样学样 谁不想把好东西给自个儿家人留着呀 哎 我也传给我自己的儿子 当然我们知道呢 这个原始社会 这孩子们生的还是非常的多的 而且你看 韩卓继承了后裔的这个后宫 那我估计美女也是不少的 于是可见生啊 放开了生 大量的生 又生了好几个 在这里边呢 有两个在我们的故事里边会提到 这两个人呢 一个叫做娇 一个叫做义 韩卓就把这兵权就给了娇 也给了义 想必是非常喜欢这俩孩子啊 这俩孩子也比较天赋 对他呢 也是忠心耿耿的 那么这其中就特别要讲到 娇这个孩子 这孩子天赋义丙啊 力大无穷 力大到什么程度呢 古话叫陆地行舟 这个词我就真是不太理解 你是说他能在陆地上划船吗 就这么大劲 这个臂力就这么强吗 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或者我的理解呢 就是他带人啊 行军呢 非常的快 就像是走水路一样那么快 或者是呢 走这个陆路的时候 激起来的这些风沙啊 激起来的这些灰尘 特别的多 好像是在行船一样 这个我真不是特别的理解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 这个焦啊 很得韩卓的喜爱 韩卓呢 就把大部分的权利都给了焦 当然另外一个儿子 义太没太偏心 对那孩子也不错 兵权呢 就让以这俩孩子为首的儿子们 给分了 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啊 咱们讲封建王朝 这时候刚是第一个 还没到那种 说什么 到了周朝什么分封治啊 又这个这个给这个一个人 一个诸侯给那人一个诸侯 然后后来过了好些年才发现 诸侯们跟我不是一条心 还没发展到那时候呢 还没试过那个错呢 韩卓这时候呢 就是我把我的权利分给我的儿子 那没毛病啊 这是很正常的 还没到拷问人性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不出来太多 关于这个人性之间 关于父子之间夺权争利的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讲到这的时候 韩卓按照当年的这个理解 他应该是高本 高枕无忧了 韩卓干的这事业多棒啊 把自己的恩人的所有的一切都拿来了 然后我自己的儿子全都摆了明白了 是不是 我的恩人也都被我杀掉了 能够替我恩人报仇的人也都死掉了 而且我跟恩人也得罪了 很多人没有替他报仇的 对不对 那我其实就可以每天喝酒 每天开心 每天干我自己想干的事了吧 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 韩卓也是这么过的 也是这么活的 每天就是花天酒地 跟之前的后裔 跟太康 没有任何的区别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啊 后裔馆党还有一个这个爱好 还是一个武将 太康呢 起码说人家是官三代 他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玩的 人是贵族 人玩的有操守 有品质 韩卓呢 虽然也是一个贵族 但是从小就不太招待见 所以现在他玩的这些东西呢 他比较低级 而且古书里边有一句话 说韩卓为什么他这么相信自己的实力啊 为什么这么高枕无忧 就是他觉得我太悔了 语言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所有想跟我过不去的人上来 我跟他来来来 我给他我给他上个课 我给他讲一个诗山看历史 对吧 我肯定能把他搞定 韩卓非常有自信 那当然我们说老百姓 还是同样感觉到生活没有指望 我们的这个部落没有发展 只是看着每天看部落手里吃香喝辣 根本就不去想我们的部落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作为一个中原部落 我们怎么和东部部落 怎么和西部部落 怎么和这些这个和我们生活方式 理念语言都不太一样的人进行交流 进行沟通 我们怎么能够发展 他都不去想 老百姓不满意 但是也没办法 韩卓就这么过着 就这么过去了 一年又一年 突然之间有一个事 把韩卓给刺痛了 就是韩卓知道了 夏启的后代还活着 我们说后裔 把泰康撵出去之后 没有对泰康及泰康的后人赶尽杀绝 所以夏启的骨血还流传在这个世上 他还活着 而且活得还挺好 怎么挺好呢 就是夏启的孙子 在爸爸和叔叔相继去世之后 自己没办法找了一个同姓的诸侯 依附到人家那个大树底下 跟那会过火 过得还行 过得还不错 结果一时之间 因为之前就没有人追杀自己 再加上现在过得好像还成 这个传说呢 就慢慢就出来了 民间就知道 哦 这个人还活着呢 隐约就有一点点的说法 说是 哎呀 你说现在这个韩卓呀 还不如原来那夏启呢 你说夏启再祸和老百姓 他儿子这个泰康再怎么不行 那天下就是人家爸爸打下来的呀 对不对 我们替他做牛做马 我们也认呢 你韩卓算个毛啊 这话民间慢慢开始流传 传到韩卓的耳朵里 韩卓有点不高兴了 当然这个除了不高兴之外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他非常害怕民间的这种思潮 会变成一个燎原的聚火 再把自己推翻了 那么怎么办 我把你火种给你灭了 于是派自己的儿子去追杀夏启的后代 夏启的后代这个时候 到了一个叫做象的人的这里 他在同姓的诸侯 叫做战巡市那里生活 结果呢 这些人在这天真浪漫 田园木戈呢 还觉得生活挺美好呢 娇 尿尿悄悄的 东北话 其实这意思就是 悄悄的进村 声张的不要 带着兵就来了 根据司马真史记所引 当中引了左传的这个话 说简单的五个字 把这一段说的很明白 很清楚 冰冰冷冷的 这五个字是 象为焦所灭 到了史记正义当中 说的比较详细 说是韩桌派儿子焦率领着兵 去攻打了战巡市 战巡市觉得自己非常无辜啊 我没反你啊 我没反社会啊 你为什么要杀我呢 至死都不明白 他这边不明白 象也稀里糊涂啊 总知道这天下乱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乱呢 还傻了吧唧跟他等着 啊战况怎么样啊 战况如何呀 啊谁 哎呀我的亲戚死了 突然之间冲出一帮盔甲之士 手里边拿着武器 说谁是象啊 我是象啊 怎么了 来吧 扑刺 一刀弄死 脑袋割下来 带回去 摇弓 焦这事就是他干的 韩桌当拿到了这个像的死亡的证据之后 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大大方方的玩乐了啊 你们不是说我的这个政权来的不合法吗 我的政权不合理吗 现在能推翻我政权的人都死掉了 拥有推翻我政权的资本的人也都死掉了 好了 现在大家跟我一起享福吧 韩桌开始大风诸侯 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被拿下来的可能性了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当像被杀掉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跑了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就是她的媳妇 而且这个媳妇 这时候已经怀着身孕 跑哪去了呢 跑回自己的娘家去了 我们说这个象啊 尽管他已经离开了夏的这个王宫 可他毕竟是夏王的血统 他能找的媳妇也不差 他的娘家在自己的部落里边 也是一个贵族 这个部落叫做友人士 所以呢 这姑娘回来之后 这是有地儿待 自己家的这个财产也够花 这个部落呢 也算是山高皇帝远 也能容下这个女人 回来之后没多久 就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个继承了夏帝王的血统的人 历史上称之他为少康 少康在友人部落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长大了之后呢 就在友人做了木证 这个木证呢 是放木的木 基本上呢 我的理解啊 就是管畜牧业的这么一个官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旁边的人对他始终有各式各样的流言蜚语 这是控制不了的 但是每次当他问自己的妈妈说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这个爸爸在哪里啊 是不是 爸爸去哪了 是吧 把逼把逼 你要去哪里啊 是不是你你你 我怎么就生下来就没见过爸爸呢 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 我没有爸爸呢 妈妈你是无性繁殖还是怎么着呢 他就是问很多问题 妈妈一直没有办法给他做解答 直到有一天 那我说到这的时候 朋友们可能就想到电视剧里边 或者电影里边这种非常经典的桥段 对吧 妈妈一直替你瞒着一个血海深仇 目的其实是怕你年少无知太冲动 但是终于到了一个你长大的时候了 到你十八岁或者十几岁的时候 妈妈有一天正金威作啊 给你做了一顿好吃的 或者呢 让你进门就跪下 这个很严肃的跟你讲了一个 和你身份有关 和你的血统有关的一个苦大仇深的故事 从此以后告诉你 你要好好练武 你要好好地报仇 你爹叫郭孝天 还有他的一个结拜的兄弟叫杨铁心 不是 射到英雄传了 总而言之 就是这么一故事 是不是大家能联想到 类似这样的桥段呢 对吧 但 邵康 没这么幸运 帮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的 并不是他的母亲 而是 寒桌的追兵 为什么会是寒桌的追兵呢 就是 邵康在这 如果说他当一个平头老百姓跟着活着 隐姓埋名 没有人会提到他 也没有人会想起他 他可能安安稳稳地会过完一生 但是他偏偏就当上了官 那时候那些部落啊 虽然相互之间那个交流 这不像现在什么 发一微信这么迅速 这么快 这么这么这么便捷 但毕竟还是有交流的 说你们那块最近是不是又改选了呀 啊 是谁当上了这个须目局局长啊 说我们这有一小伙叫邵康 干嘛的呀 哎呀 邵康你都不知道啊 那是原来咱们国王的重重孙子呀 啊 怎么跑你那去了 哎呀 你不懂 他妈是我们部落的贵族 后来呢 他就嫁给了这个咱们开国国王的重孙子啊 这边说 哎呦 那他嫁一归族啊 那应该不错呀 嗨 不错什么呀 没落了 也不行 这不嘛 没多好死 让韩桌拍他儿子交 给弄死了 这边 扯闲片 说者也许无心 听者肯定有意 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 这个十多年之前杀相没有斩草除根的这个孩子居然生下来了 而且还长大了 还一表人才这个消息传到了韩桌的耳朵里 朋友们咱都不用说这历史怎么演 你都可以当导演了 对不对 必然派人赶尽杀绝 所以邵康这一天还快快乐乐的上班呢 朝九晚五 还想那晚上回家跟我妈吃一火锅 结果回到家里就不是那样了 刚刚走到家门口就看到家里边那片就着火呀 或者是这个人马丝毫啊 各式各样很奇特的这个景象 要往里走的时候旁边有邻居啊 或者说他们家的好朋友啊 亲戚呢 就冲上来 一把把他摁住 来拧过头来 走走走走 转身走走走 干啥呀 快快快 别问别问别问 带走了 带走的路上给他讲 你的身世是什么样的 你是谁的儿子 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样的血统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宿命 邵康年少之人肯定不信 但是回头一看 自己的家被烧了 自己的妈很明显死了 怎么办啊 眼瞅着追兵就来追杀自己了 只有一条路就是跑 虽然这是自己的姥姥家 姥爷也在家 姥姥姥都是贵族 但是既然 韩州敢派人来抓 就不怕你 所以他只能跑 往哪跑呢 就往韩州的势力达不到的地方 他够不着的那些地儿 那些部落那里跑 跑到哪呢 跑到了一个叫有余市的部落 到这个有余市 应该是比较远 因为韩州这边呢 算是代表着这个中原的势力吧 或者叫这个华夏这边势力 华夏族群 华夏部落 对吧 毕竟周边的还有什么 被称为东夷的少数部落 和西夷的这个少数部落都有 这个邵康就跑到了有余市这 那跑到有余市这怎么办啊 怎么生存啊 有余市多什么呀 他在自个儿姥姥家 在自己姥爷家 都让人给撵出来了 差点没死了 那到这来又能怎么样呢 他是要隐姓埋名 还是要用什么其他的方式生活下去呢 我们在下一节继续和朋友们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